今天晚上这个微博是完全上不了了 打开微博空白一片 微信公众号和抖音通通用不了 在内地翻墙出去就听得多 但现在在印度想用中国的应用程式 一样要翻墙 印度由6月底开始 以国家安全和保护市民私隐为由 先后两次封锁超过100个中国应用程式 当中就包括内地常用的社交媒体 微信、微博和TikTok 全部留下来了 他们只是为了保持联系 不要说失联了 去年9月来到印度森德里的母小姐 本来是去学印度文 谁知计划不想变化 遇上疫情滞留当地 现在还要面对印度禁用中国应用程式的双重打击 微博和微信可以说是它和国内家人和朋友 分享生活和沟通的主要渠道 让人心态上加速崩溃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是用了VPN之后可以和国内的朋友沟通 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心灵安慰 受影响的不止是滞留印度的他们 内地传媒报道 有和中国做生意的印度海鲜出口商 因为用不到微信 和不到中国商人沟通 生意受影响 也都有在印度的中国科技企业 担心受到应用程式禁令牵连 所以要撤销宣传低调行事 适逢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 但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由边境冲突去到应用程式之争 母小姐觉得要翻墙用微信事小 更大的改变是两国人民的关系 印度国内民族情绪觉得 哇 自己的政府好牛啊 好酷啊 好有种啊 那可能在中国人这边觉得 这个印度政府天天在抽什么风 他们这种爱国民族情绪是特别特别强 真的是洪流猛兽的 感觉 刚开始我还是蛮怕的 我怕一出去别人看你一个中国人的脸 就怎么怎么样 但我就很担心 最主要的问题是一种情感上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会觉得 我现在在印度 但是印度人又要封锁我们这个 又要封锁我们那个 就是完全把我们这种敌对化了 情感上的伤害 应该是比技术上的伤害会更大的 谢谢 谢谢